不宋時期,有一個叫顏薯的人,他自幼聰明,七歲就能寫文章,十四歲已經才華揚揚,跟被朝廷斥為童津士,為人亦誠實可信。 以下是兩則有關他誠實的故事。 顏薯在參加電視時,華爾史提是自己曾經做過的,他就將實情如實地向皇帝上咒,並且要求寧出題目。 皇帝覺得這個人為人坦當誠實,深感讚賞,所以再出一個難題給他作答,結果他寫的文章也寫得很好,也得到皇帝的誇讚。 還有一次,皇帝為太子挑選導師,最終顏薯當選,原因是當時的大臣都喜愛遊玩灑落,沉迷飲宴,就只有顏薯會閉門讀書。 皇帝覺得如此緊厚的人,正適合輔助太子。 當昂薯知道自己當選的原因之後,在感謝皇帝上昔時,他認真地對皇帝說, 其实我也喜爱人魂饮宴 就只是因为家贫 没有钱所以不能参加 如果我有钱我也会参与的 皇帝听到他这么说之后 没有怪他 反而觉得他为人诚实正直 对他就更加信任和重用了 在万千的花花世界里面 充满了很多的真真假假 要识别当中的真假其实是很难的 而诚实就是代表真假 所以诚实可以令自己处之太然 心安利得 对自己对别人对事都能够无愧无悔 诚实这样做人又不弄虚作假 表类于一 在活得自在同时 仍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